渔群失潮 可怕的一幕又一次在日本出现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从日本一意孤行排放核污染水开始 整个海洋生态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尽管岸田政府是不惜耗费巨资 在全球范围内抹黑中国 来为自己的行为洗白 然而随着核污染水的排放时间不断推进 可怕的一幕多次在日本就出现了 综合英国美日邮报和日本媒体的爆料 今年下半年以来 日本海岸上经常就出现大批死鱼失潮的事件 沉沉沉沉的沙丁鱼和青花鱼的尸体 被海水冲上了日本的海岸 日本北海道12月初的一次失潮 甚至达到了千吨级以上的级别 于是可以说是层层叠叠 部分地方的这个高度甚至是没过了人的膝盖 而就在最近 日本三重线模式拨切鱼港 再次的出现了鱼群失潮 虽然规模上没有北海道的那么大 但是也达到了近百吨级这样一个规模 然而面对越来越多海洋生态系统巨变 带来的这个失潮 日本政府却一再坚称 这些鱼是死于缺氧和福岛核电站排放的 这个核污染水是没有关系的 面对一再捂盖子的日本政府 英国媒体就没有这么好惯着了 英国的每日邮报在自己的标题上就直接捅出了现状 说这个福岛核污染水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 然而这个事情的舆论演变 却并没有像推测的那样转变为日本民众 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抗议 而是转向了关于日本和英国外交关系的讨论 有很大一批的日本人就集体震怒了 认为英国人怎么敢把这样的事情给抖出来呢 怎么能说日本的坏话呢 这是英国人背叛了日本啊 部分的网友甚至指责英国啊 之前还为日本排海事件站台 怎么现在转头又指责日本抹黑日本呢 到了最后这个事情还引起了日本外务省的关注 亲自动用外交渠道 要让每日邮报改稿道歉 声称呢这些鱼失潮啊不是罕见的情况 以前就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和核污染水排海有关 但是事实上日本人这个所谓的以前就有的结论 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或者说多久之前有的呢 有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就通过查证就发现了啊 所谓的以前呢指的是2011年3月以来 那么201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给大家提一个醒 那就是日本福岛核事故 毫无疑问 这就是当初这个福岛核事故之后 导致了严重的核泄漏 产生的愚群失潮 而今年出现的情况比以往更为严重 无疑就是日本8月以来先后三次排放核污染水的一个结果 坦率的说 虽然日本政府呢一再否认真相啊 一再的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这种被中国威慑下的受害者 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 现实的情况终究会让日本人为核污染海洋的事情付出代价 现在不到半年啊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鱼类死亡现象 那么什么时候会开始出现人类死亡的现象就不好说了 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事情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